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许安然轻轻松松地说出了这几段话 居然把自己摘了个一干二净 不但潘家的事跟他没关系 连中家的事都跟他无关了 听起来他反而是慈悲为怀 一切都是为了救人 看他一脸坦然的样子 我一时间也恍惚了一下 心想是不是误会了他 但下一刻我就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因为许安然说这些话的时候 虽然面色坦然,不卑不亢 但我却在他的双眼之间观到了天音之相 走山派四门绝学 观天,向地,定脉,弹龙 这四门绝学听起来各自独立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就比如乔师傅曾经教过我一种观器 识人之法,就是从观天向地演变而来的 人有咸鱼中间,向有美丑善恶 外在的表象永远都是可以伪装的 但真正的内心却是伪装不了的 此时这个许安然面向俊雅,正气凛然 但眼为心之瞄,通过眼睛 运用走山派观器之法 便可以查看善恶中间,半分不差 许安然双眼之间隐隐透出天音之相 这说明他为人阴而不正 而且接触阴碎之物过多,绝非善累 还有,当许安然出现之后 回千里就不知道藏哪去了 钟林也是战战兢兢 几次给我偷偷使眼色,却不敢言语 脑海中这些念头飞速闪过 我看了看微笑坦然的许安然 原本紧绷着的心弦,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既然他现在没有说破 那我何不也来个顺水推舟呢 于是,我也微微一笑,对他说 既然这样,那倒是我误会你了 好吧,之前的都不提了 现在潘婆婆该怎么办 她既然已经离世,我还是觉得不要捉弄她了 就让她沉归沉,土归土,阴归阴阳归阳 如何? 许安然走到潘婆婆身旁,低头看了看,叹了口气 也好,这样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不过我听说,杨百合的怪病已经治好了 只是人还没醒过来 而且你这次来白城,正是替潘海根传信的 我想问问,那个血液观音是否在你身上 来了来了,这家伙果然还是按捺不住 说出真正意图了 我心里不由一跳,表面还得装着说无其事 把手一摊 啊?什么血液观音啊?我没听说过呀 潘海根是去过山里,还找了我们做向导 但他说的是进山找灵树许愿 从来没提过什么血液观音 不过我很好奇,我来白城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很好奇,而且纳闷 如果没人给他通风报信的话 他远在玄珍观,为何会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呢? 而且我说的也确实是实情 潘海根重金求我们进山 一直说的就是许愿治病 可从没提过血液观音的事 徐安然神色之间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淡淡地说 修道之人,勘察天机的本事自然是有的 算不得什么稀奇 今天晚上我到潘家来 其实就是为了见一见你 咱们虽然初次见面 但我早已从天机中看出 只有你才能救杨百合 所以,我们不如进去那趟 一起看看杨百合的病情如何? 这家伙三言两语之间又把我给套上了 居然还想让我跟他一起进内堂去 我呸,准没安好心 但他既然演戏 我就跟他演下去 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想到这儿 我回身跟钟林低语了几句 他顿时就像得到了舍令一般 忙不迭地连连点头 然后匆匆逃出了潘家老宅 他跑得又干脆又利落 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就把我自己扔在这儿了 不过,看着他离开 我心里略为踏实了点 毕竟他要是在这儿 那也只能是一个拖油瓶 轩然站在前方 默默地看着我 等待着我的回应 我在心里跟那个小女孩 沟通了一下 她没说话 不过我感觉得到她在 而且就在我的身上 灰千里也在 却是逃到了不远处的屋脊上 在那贼眉鼠眼地往下看着 还不断地给我打手势 没意思似乎就是在对我说 她会一直在暗中帮忙的 这也让我心里安定了一些 尤其那位始终没现身的小女孩 我其实也有一种大胆的想法 如果今天晚上我遇到了危险 她会不会直接出手啊 并且从此入我堂营 想到这里 我对徐安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她微微一笑 当先就往那趟走去 我紧跟其后 不过趁她不注意 我取出了天刚旗 插在了院子的角落里 现在点香肯定来不及了 但天刚旗本身就有着巨仙的作用 现在情况特殊 我也不敢保证一会儿 能不能对付得了徐安然 只希望这天刚旗给了一点 能为我招来帮手 随后我就不动声色地 跟着徐安然一起去了那趟 她倒是轻车熟路一般 静止来到了杨百合的房间 我紧随而入 伸手把灯给打开了 惨白的灯光倾泻在房间里 我清晰地看见了杨百合 依然还躺在上次的床榻上 面色苍白 看似如同死去多时的尸首一样 毫无半点生气 但离近了一些 又能够看到她胸口微微起伏 明显还有气息 徐安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为什么要施法让潘婆婆 白天如常人一样 因为杨百合还没死 她无法进食 必须要有人照顾 毕竟我答应了潘海根 在半个月之内 要保证她老婆活着 不得不说 她的每句话 似乎都让人无法反驳 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我就是觉得 似乎哪里不大对劲 我开口问她 你给潘婆婆吃的什么法 我管不着 但是杨百合现在怎么办 还有救吗 徐安然近距离地 看了看杨百合 又伸手搭了一下她的脉门 眉头微微皱起 无常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她现在病症全无 她魂魄却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果然瞒不过她 我故作高深地一笑 哎呀 她的病症倒是没什么难的 无非就是邪灵入体 赶走就是了 至于她的魂魄 我就不知道了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她的魂魄就不在体内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知道她的病是怎么来的吗 徐安然眉毛挑起 盯着我说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邪灵入体 她是自己的魂魄化成了邪灵 自己的魂魄化成了邪灵 我心里突的一跳 顿时就明白了 为什么杨百合的魂魄会消失不见 黄小钊先前也明确地告诉过我 杨百合身上的东西既不是恶鬼 也不是邪灵 更不是妖碎之物 但杨百合的身上 因为被人遮蔽了一层天机 黄小钊也无法看透 如今看来 徐安然说的应该是杨百合怪病的根源 也是唯一的真相 那就是杨百合的魂魄受到赤珠影响 邪碎入体 导致她自己的魂魄化成了邪灵 所以当时那个头大如斗的恶鬼 从杨百合身体里向我发起攻击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邪碎附体 那就是杨百合自己的魂魄 想通了这一点 我不由一阵毛骨悚然 难怪徐安然对潘海根说过 要想救杨百合 必须要血域观音 因为血域观音有着吞噬灵体的作用 而且威力强大 杨百合的魂魄就是被吸入了血域观音 所以才导致她现在身体里空空如也 魂魄不翼而飞 然而这些事我连一丝一毫都不能告诉徐安然 第112集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是按照走山派的法门给她去了邪 之后她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我还想问你呢 你到底把她的魂魄弄到哪里去了 我的反问让徐安然一愣 随即说 我的三绝神真是镇魂的法门 我可以肯定 当时她的魂魄还在身体里 我呵呵一笑 是吗 那就不好说了 毕竟先前有人想要收取中山的魂魄 现在杨百合的魂魄也不见了 徐先生 目前来看 你的嫌疑最大 徐安然神色古怪地看着我 忽然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 哼 既然你这么说 想必也不会跟我说出实情了 也罢 那我就让她自己来问 花音落罢 徐安然飘身后退 房间里的灯也毫无征兆地关掉了 周围陷入了一片黑暗 再看徐安然 她竟然不见了 与此同时 躺在床上的杨百合忽然腰身一拱 整个人竟然直挺挺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动作很是缓慢地转过了头来 惨白的面孔在黑暗中格外渗人 一双眼睛里燃起了两点悠悠绿光 向我发出了猙獰的嘀笑 我顿时就把徐安然骂了个狗血喷头 卧槽 又来 刚刚解决了潘婆婆 她就又把杨百合弄起来了 但杨百合身体里压根就没有魂魄 她这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她还圈养了什么邪灵 看着缓缓从床上起身 一步步向我走来的杨百合 我倒是不惊不慌的 心里想着速战速决 否则徐安然待会儿还说不定会搞出什么鬼东西来 想到这儿 我从包里拽出了一张符咒 迎风一晃往半空中丢去 那符咒并不是什么驱邪阵煞的 有个名堂叫做猎阳符 是用白鳞混合赤销制成 上面奉请了火不尊神 这猎阳符预风则染 此时被我丢到半空 瞬间炸裂开来 只见一道耀眼的火光爆燃 顿时将房间里照得通明 杨百合本是邪碎附体 自然是见不得这种烈阳之光 顿时惨嚎一声 身上冒出丝丝缕缕的黑气 整个人也不断地后退闪避 急忙用手遮住了光亮 抓住这个机会 我按照刚才对付钟林的方法 冲上去一样画葫芦 先用两片桃叶定住他 然后趁他张口惨乎之际 又是将一枚桃盒塞到了他的嘴里 最后一步 我手掐雷掘 一掌拍在了他的前心 这一套动作也算是行云流水 我正暗自得意呢 却是见到杨百合被我打得连连后退 身子猛地往后一仰 腰部竟然像断了一样 直接来了个九十度下腰 形成了一个无比诡异的姿势 我心说这杨百合莫非还是练舞蹈出身的吗 这下腰的姿势也太完美了吧 然而我这一记掌心雷 好像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伤害 只见他身体弯折 脑袋居然从两腿之间叹了出来 冲我不住地怪笑起来 但那枚桃盒还是让他受伤了 有黑血从他的嘴角流出 滴答滴答地掉在地上 猎羊服的威力只能维持几秒钟 此时光亮渐渐暗淡 房间里重新又陷入了一片黑暗 杨百合双眼翻白 嘴角低血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尤其是他现在的姿势 让我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下手了 我也是暗暗心惊 刚才那套手法虽然简单 但效果是很好的 可现在居然对他不起作用 黑暗之中忽然传来了一声轻笑 这笑声听起来带着一丝轻视 正是悬然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居然连我一个灵仆都对付不了 看来倒是高看你了 灵仆 我冷哼一声 反手抽出了六条枝 一鞭子就抽在了杨百合的身上 杨百合一声嚎叫 四肢并用奔着我冲了过来 这还是头一个不怕打神鞭的邪灵 我心中有气 接连几鞭子抽去 杨百合总算是承受不住 身体直窜起来 竟然爬上了屋顶 他手脚像是长了膝盘一样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一头长发垂下 双眼冒着绿光 嘴角滴着黑鞋 那样子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我冲着黑暗中悬然的方向说 区区一个邪灵而已 有本事你让他下来 我分分钟用法器灭了他 他又是一笑 这么简陋的东西也好意思叫法器吗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法器 说着 他缓步从黑暗中走出来 手中拿着两块主板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一见到那两块主板 我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指着主板说 我还以为是什么法器呢 你这是要给我唱一段快板吗 这也不能怪我忍不住 他手里那两块主板长约半尺 上面用一根红绳串在一起 而且他拿主板的手势 也跟唱快板的一样 这不是唱快板的是什么呀 徐安然听后倒是不生气 呵呵一笑 快板我倒是也会唱 不过今天我不是来唱快板的 而是有话问你 什么话 你问吧 血液观音 是不是在你身上 他神色渐渐冷了下来 一双眼睛直钉在我的身上 随着他态度一变 房间里的温度仿佛也随之下降 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 只见杨百合还趴在那儿 恶狠狠地看着我 仿佛只要徐安然一声令下 他随时准备扑下来跟我玩命 看来这个徐安然当真是为了血液观音而来 我故意叹了口气说 哎呀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潘海根一直到临死前也没说过这件事 你现在问我 我怎么知道 他上前一步 冷声问我 潘海根到底怎么死的 说 我一摊手 哎 这我倒是知道 潘海根死的时候 我就在他旁边 不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他是死在了一棵树的手里 我故意这样说 就是为了试探 玄然脸色微变 追问了一句 那棵树 是不是大莽山的通灵古树 通灵古树 好像是吧 潘海根花了五万块钱雇我们 让我们送他到通灵古树 但是啊 那棵树有点邪门 潘海根带了几个人献祭 都没够他吃的 最后还把潘海根给吞了 说好的五万块也没给 真够倒霉的 你说的是 那棵通灵古树把潘海根吞了 是啊 不是你让他带几个人去献祭的吗 还给了他几块古玉 貌似只要是带了古玉的人 就会成为那棵树的目标 是这么回事吧 玄然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等于是默认了 反问我 后来那棵树怎么样了 我却是卖了个关子 宠他一笑 你想知道那棵树怎么样了 是不是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第113集 什么条件 你说 他语气微微缓和了下来 嗯 我想想啊 我假装沉思了一下 这才对他说 很简单 潘海根答应给我们五万块佣金 他却死在了山里 那笔钱也泡汤了 我师父也受了伤 所以我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却什么也没捞着 实在是不公平啊 如果你想知道后续 能不能替潘海根把那五万块钱付了 我本来只是想调侃他一下 没想到他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可以 我替他付你五万 我去 这么爽快 有钱人哪 我想了想 又说 五万可能有点不够 我师父一条腿受了伤 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呢 还有医药费 他不假思索地说 再加五万 我给你十万 你说出大莽山的事 另外潘家和钟家的事 请你不要再插手 如何 十万块钱 我心里不由一跳 笑着对他说 好 成交 那我就告诉你 在大莽山 潘海根被那棵树给吞了 临死前求我来给他家里报个谢 还说到了他家 会有人替他付佣金 所以我就来了 没了 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 他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点了点头 缓缓地说 好 既然你把答案说出来了 那么 你现在可以去死了 卧槽 你说话不算数啊 刚才不是还答应替潘海根付钱的吗 我说话当然算数啊 我一定会把那笔佣金给你 你师父的医药费我也会付 不过我可没说过 让你活着 他音测测一笑 手中的主板忽然就磕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 一道回音久久不息 下一刻房门忽然被人打开 一个黑影出现在了门口 正是明明已经被我打散了魂魄 封闭了气门的潘婆婆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说他怎么又活过来了呢 这不可能啊 而与此同时 杨百合也从屋顶跳了下来 和潘婆婆一起把我夹在了中间 你们两个杀掉他 许安然轻轻挥了挥手 又磕动了一下手中的主板 那清脆的声音就像一道催命符一样 潘婆婆和杨百合面露凶光 同时向我扑了过来 这许安然长得道貌岸然 更个好人似的 下手可是真狠啊 我这回是真怒了 许安然 你真他妈的狗 骂了一句之后 手中拎起大神鞭 先是一鞭子狠狠抽腿的杨百合 又往潘婆婆脑袋上抽去 潘婆婆刚才被我抽得毫无还手之力 现在却是截然不同了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居然不怕大神鞭了 只见他一伸手 就把大神鞭抓在了手里 整个人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似乎完全免疫大神鞭的伤害了 我心中微惊 用力往后一夺 潘婆婆脚下就跟生了根一样 手上也是力大无比 我一下子没抢过来 反倒差点被他给拉了过去 杨百合这时候也再次扑了上来 我没办法 只好松开手 避过这一下攻击 但打神鞭就等于是丢了 许安然则是在一旁的桌子旁坐下 跟看戏似的给自己倒了杯水 面带微笑 似乎已经料定了我会输 都说柳条枝打鬼万事万灵 但很可惜 我这灵仆并不是鬼 也不是歇灵 所以你的柳条枝基本是废的 我心里一沉 知道他说的没错 毕竟他是正宗道门中人 就算是他豢养的鬼 也和普通的鬼不同 但现在走山派的法门不管用 打神鞭也无效 更高级一些的法门 就没办法在这施展 再说 我一共就跟乔师傅学了不到一个月 本事也着实有限 威力唯一强大的请山神 在城市里又不灵光 黄小钊也不在身上 回千里这家伙半路捡来的 到底不靠谱 早不知道躲哪去了 而至于那个小女孩 似乎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我这才意识到 我是真真正正的出出茅庐 这个世界上比我强大的人多的是 不过这也没什么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的 大不了豁出去不要了 我脸色一冷 直接就拔出了耀羊匕首 刚好潘婆婆再次扑上来 我丝毫没有留情 上去一刀就刺进了她的脖子 潘婆婆一声嚎叫 连连后退 几秒钟之后 鲜血才一丝丝的流出来 她已经死去数日 这鲜血也基本上半凝固了 倒是没有伤口飙血的情况出现 然而耀羊匕首 姓氏血 此时已经微微泛红 闪烁着腰衣的光芒 潘婆婆身体靠在墙壁上 一双眼睛圆瞪着 不甘地盯着我 忽然一阵抽搐 就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不动了 一招得手 我心中暗息 举起耀羊匕首指着杨百合 冷声说 你要是敢过来 跟她一个下场 杨百合虽被邪灵附体 似乎也知道害怕 脚下顿时放缓 在距离我几米开外的地方徘徊 不敢再上前来 悬然见我一刀放倒了潘婆婆 不由得也是一愣 盯着我手里的匕首看了看 忽然就笑了起来 居然是传说中的耀羊匕首 没记错的话 你这把匕首用名耀日 本是一对 一名青钢辟邪 一名耀日诛邪 可对 我哼了一声 算你见识多 没错 这就是耀日匕首 你说你的灵仆不是鬼怪邪灵 还不是被我一刀诛灭 悬然不以为意 看了看潘婆婆的时辰 你虽然用耀日匕首 诛灭了我的灵仆 但你猜猜 如果我报警的话 你手持凶器杀害潘婆婆这个罪名 如何解释 他这句话让我直接就谋了 我实在 这小子也太酸了 咱俩这好好的斗着法 你跟我说你要报警 不过 他说的好像还真有道理 潘婆婆现在脖子上的伤口就是证据 你少跟我来这套 潘婆婆前几天就已经死了 街坊邻居都知道 你这屎盆子扣不到我头上 我话刚说完 徐安然就笑了起来 没错 街坊邻居都知道他前几天死了 但他脖子上的刀伤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觉得你能解释得清楚 那也随便你 第114集 看着他一脸的坏笑 我反倒冷静了下来 又回头看了看杨百合 也随之笑了起来 很好 你提醒了我 我要是用这把匕首再杀了杨百合 那我这杀人罪名就彻底坐实了 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对付这种邪灵的方法 我还有很多 花音落罢 我再次拽出一张符咒 用药阳匕首在手指上一抹 反手就将符咒定在了地上 随后 我朝着东北方向举起手 双手交叉 接了一道手印出来 天地千元 玄门走山 弟子无常 恭请东北山神降临此宅 千灵退 万灵散 奉走山老祖斥 急急如律令 我到底还是用出了请山神的法门 但请的不是本地山神 而是东北方的山神 走山派的术法 可以奉请八方山神 只不过这种方法有一定的概率 请不到 就算请来了 也未必能听我的 这次我请的是东北山神 原因很简单 东北方山最多 指不定那位山神老爷 感应到了这道斥令 就会赶来帮忙了 一道耀眼光芒亮起 转瞬即逝 我保持着结印的手势不动 静静地等了几秒钟 转然也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似乎也在和我一起等待着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 然而 差不多等了二十多秒 仍是无视发生 这 没请来吗 这就很尴尬了呀 我又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动静 心里暗骂了一句 只好收了印诀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转然见状哈哈大笑起来 忽然拿起主板 再次缓缓地敲响了 主板这么一打呀 别的赞不夸 别说 还真有节奏感 只见他叮叮当当地 打了一分多钟的快板 我周围就不断地出现 一阵阵阴风 冥冥中就好像有 无数鬼怪邪灵 将我团团包围了 可惜我天眼被封 仙家又不在身上 整个人就和睁眼瞎差不多 只要那些鬼怪邪灵 不附体上身 我就看不见他们 正所谓眼不见就不怕 我冷哼了一声 拔出耀羊匕首 盯着轩然说 哼 你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刚好省得我麻烦了 轩然面色微微惊讶 似乎很纳闷 我为什么还能如此震惊自若 用异样的眼光 打量了我片刻 点了点头说 很好 也算是有胆识 不过我这三十六天刚煞灵阵 目前还没人能破 就让他们陪你玩玩 如果你死了 回头我会来帮你收尸 如果你赢了 我就放你一马 三十六天刚煞灵阵 听起来好像怪吓人的 不过在我的眼里 周围除了一阵阵阴风煞气之外 什么东西都没有 悬然嘴角微翘 缓缓地起身后退 走出了房间去 砰的一声 房门自动关闭了 与此同时 躺在地上的潘婆婆身子 微微一动 紧接着再次站了起来 我心里一沉 看着虎视眈眈的潘婆婆和杨百合 再看看周围那些阴风煞气 黑暗之中 正不知有多少邪灵包围 想要置我于死地呢 我不由暗暗叫苦 只得捡起大身边 一手握紧药阳笔 缓缓后退 准备拼命 忽然 我的后背就抵到了墙壁上 再也没有退路了 一丝异样的寒意从脚下升起 很快就攀上了全身 那感觉就像是 有一条凉丝丝的小蛇 慢慢地从裤腿爬了进来 一直爬到了我的脊背上 我吞了口唾沫 眼前的景象就渐渐清晰了起来 只见此刻的屋子里 竟然密密麻麻地 站满了二十几个恶灵 有人形 也有兽形 一个个目露熊光 距离我已经不到三米了 与此同时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在耳畔响了起来 你这个小小童倒也不怂 也罢 看在你这么勇敢的份上 今天这一架 我帮你的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入耳 我现实愣了一下 随后猛地想起来 刚才进入房门之前 我把天纲旗插在外面了 本来我就是想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招来一些有缘的仙家 居然成功了吗 我顿时就像见到的亲人一样 虽然还不知道这次来的是谁 但只要肯帮我打架 那就说明他认可我了 随着这声音 我旁边的窗户 忽然无声无息地打开 一道亲戚从外面冲了进来 落地后转了个圈 就变化成了一只青色狐狸 紧接着又是十几道亲戚随之而入 落地后纷纷变化 竟然又是十几只青色狐狸 我不有喜出望外 心想在大山里的那次 也才请来了一个胡天猛 人家还不愿意搭理我 现在这片刻的功夫 居然来了十几个 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呢 这十几只青色狐狸 挡住了那几十个恶灵 一个个呲牙咧嘴 虽然每只狐狸 都要面对好几个敌人 但却是面不改色 丝毫不拒 那几十个恶灵 基本上没什么灵食 无知无畏 见到这十几只狐狸拦路 顿时面露凶狂 也发出了圣人的怪吼声 双方一时间对峙起来 潘婆婆和杨百合明显 和他们不一样 眼睛咕噜噜乱转 看看我 又看看那些狐狸 脚步略略向后退去 这俩显然比较有心眼 知道局势不妙 尤其现在雪安然已经走了 也没了后援 估计已经想要逃跑了 双方对峙 就像两伙野兽一样 互相试探 但谁也没有先动手 我定了定神 对着面前的这些狐狸 拱了拱手 大声说 弟子无常 多谢众位 胡家老仙出手相助 今日之情 必不敢忘 刚才那个声音 忽然再次出现 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不必客气 那家伙积压 天手山精灵很久了 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今天逮住这个机会 给他点教训 随着这个声音 一个轻衣高貌的儒师 从外面走了进来 面白无虚 形容俊朗 就是一脸懒洋洋的神情 像是没睡醒一样 见他来到房间里 自顾在桌子前坐下 然后轻轻地挥了挥手 哈哈 这么美味的一顿夜宵 都愣着干什么 上啊 他开口发号施令 那些青色狐狸顿时兴奋起来 纷纷发出了尖声力笑 争嫌恐后地扑了上去 与此同时 那轻衣如是对我招了招手 小乡童 你过来 帮我倒杯水 第115集 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按他说的 拿起水壶 倒了一杯清水 放在了他的面前 他原地没动 只是深嘴一作 那杯清水就化作了一道水箭 自动被他吸到了嘴里 眨眼之间一杯清水就空了 他这才笑着说 行了 准备打扫战场吧 今天崽子们都很给力 回去都有赏 后面那句话 却是对那些狐狸说的了 我闻眼转头看去 却是瞬间就愣住了 刚才还是双方对峙 虎视眈眈的场面 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那些狐狸一个个永不可挡 几十个恶灵在他们眼里 就像大白菜一样 被肆意收割着 只见他们嘴咬爪丝 转眼间就将一个恶灵给撕碎 然后张口吞噬掉 竟然真的如这轻衣如是所说 这些恶灵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顿美味的夜宵 片刻之间 房间里已经没有几个恶灵了 大多数都被狐狸们给吃了 剩下的几个想要富于顽抗 但也都很快地被撕碎吃掉 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前后不过三四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恶灵就都一干二净 半点不剩了 空气里只有星星点点的恶灵碎片 飘荡在空中 但很快也都被争抢着吃掉了 这就是许安然刚才吹嘘的 三十六天刚煞灵阵吗 而另一旁 潘婆婆和杨百合愣在原地 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恶灵跟他们是一伙的 轻衣如是却没有丝毫波澜 就像是早就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一样 笑呵呵地看了我一眼 还有这两个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略一丝寸 开口说 不管他们是什么恶灵 任意附体人身是大罪 更何况还助纣为虐 辛苦老仙家 都干掉吧 轻衣如是淡淡一笑 抬头对潘婆婆和杨百合说 你们两个 现在我数到三 要么你们自己出来受死 要么我亲自动手 他曲起三根手指开始倒数 但刚刚数到二 潘婆婆和杨百合就同时窜了起来 往窗外逃去 轻衣如是仍然不以为意 仿佛早就料到了 他随手一挥 一道轻光打出 杨百合历时重招 身体重重摔落在地 一道黑气涌出 刚要逃跑 一群狐狸一用而上 转眼间就被分石殆尽了 潘婆婆却是成功逃出了窗外 我急忙追了出去 却见一道灰影撞来 潘婆婆扑通落地 身体里也是冲出了一道黑气 望空逃窜 然而 一个红影闪过 将那黑气直接击落 一群狐狸又要冲上去分石 轻衣如是 却是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挥手喝止了 慢着 这个先留着 我有用 此时那道灰影落地 原来是灰千里 他刚才不知道潜伏在什么地方 偷袭出手 居然还立了一功 但那个红影 我抬头往周围看了看 并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轻衣如是已经走到近前 身上骤然释放出强大的力量威压 那黑影蜷缩在地 瑟瑟发抖 在轻衣如是面前 慢慢地画出了原身 我定睛一看 不由得也是愣住了 这个附体在潘婆婆身上的东西 居然是一个 黑毛黄鼠狼 他跪拜在地上 不住地对着轻衣如是 做一求饶 大仙 大仙在上 求求饶了小的吧 我也是没办法 是那个玄珍贯主逼我们做的 我是被迫的呀 轻衣如是双手抱肩 撇了他一眼 天守山香火鼎盛 精灵众多 你们就不能团结起来反抗 非要听那个家伙的吗 我们 我们都是没有根底的野仙 道行低微 那玄珍贯主是龙虎山敌传政法 我们哪里敢反抗啊 烧架不从 立刻就是魂飞魄散呢 看来这个野仙也和灰千里一样 是被许安然控制的 不过从他刚才的表现来看 道行可比灰千里要高得多了 连我的大神鞭对他都不起作用 我开口问他 许安然处心积虑 想要得到血液观音和赤珠 到底有什么阴谋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我就饶你一命 他战战兢兢地说 这位大神 我我知道的也不多 但我得劝你一句 如果血液观音在你身上 趁早丢掉 那东西只惹祸的根苗 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呀 我蹲下身去 凝视着他 我实话告诉你 血液观音确实在我身上 但你必须要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 否则 你的杀身之祸就先来了 他神色惊慌 犹豫着正要开口 而就在这时 许安然的声音 却忽然出现在了夜空里 血液观音果然在你手里 无常 多谢你帮我取宝 三日内 请你将血液观音和赤珠 送去玄珍观 否则 你会后悔莫及 胡天青 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今天无故伤我灵谱 来日必报 这声音仿佛远在天边 又好像近在眼前 待声音消失之后 只见我面前的这个黄仙 身体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 原地扭曲挣扎 随后砰的声 竟然原地自爆 化作了灰烬 这突然的自爆 让我很是吃了一惊 看着那黄仙化作点点黑烟 慢慢消散在空中 心里涌起了一阵 说不出的滋味 几百年的道行 无数个岁月的苦修 就这么化为乌有了 虽然他只是一个野仙散修 无根无派 但我完全能够体会到 他们修行的不易 只是很可惜 他没有修行正道 诛咒为虐 走了邪路 于是就只能是这个下场了 许安然 血雨光阴和赤珠都在我手上 有本事的话 你就自己来去 但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望空高呼 但周围一片死寂 连半点回应都没有 那家伙应该是施法灭掉了黄仙 然后就走了 情依如是微微皱眉 自语道 好一个杀人灭口 不过就算你这样做也没用 这一次 美黄仙的残魂逐渐消散 但那些青色狐狸 却没有一个上前吞食的 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神色肃然 这位老仙 弟子万分感谢元首之恩 刚才听那个混蛋说 您是胡家的 我话还没说完 轻依如是对我一笑 朗声说 胡天青 这些都是我族中的孩子们 今天晚上我们路过白城 恰巧遇到有人用天罡旗 巨仙 一时好奇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 逃扰了你一队夜宵 多谢多谢 哪里哪里 应该是我感谢才对 要不是仙家相助 我现在说不定已经被哪些恶灵给撕了 第116集 这胡天青给我的印象很好 而且我知道胡天青的本尊来头很大 在胡家八位太野中排行第六 乃是一位有着通天彻地之能的大神 当然我说的本尊是上古时期的事情了 现在天下群仙兴盛 很多仙家都是崇明的 除了一些自己取的名字之外 其实这些老字号大神的名字 都属于是封号的性质了 简单来说 能取天字被名字的 就代表着道很高深 那是有着正统传承的 要是取了跟胡家八位太野一样名字的 那更是老神仙了 相比之前那位脾气暴躁的胡天猛 这胡天青一身如是打扮 举手投足之间十分文雅 即便是对我这样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乡童 也是客气有驾 胡天青又来到了天刚旗的旁边 低头瞅了瞅 对我说 这天刚旗是谁教你立的 我没有隐瞒 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我的立堂师傅 他说我线缘极深 但时机未到 只能立暗堂 让我立天刚旗 就是为了巨仙用的 他说天刚巨仙有缘自来 胡天青又问 天刚巨仙的法门 一般只有九项铁榨山 直系一脉弟子才能用 你的立堂师傅是谁 正常来说 天刚巨仙需要奉令而行 他还给你什么东西没有 胡天青的这个说法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于是就告诉他 我的立堂师傅是青山镇的 刘老太太 除了天刚旗外 他还让我刻了一块 胡三太爷的令牌 他沉思了片刻 摇了摇头 没听说过这个人 不过 敢用天刚巨仙的 来历都不一般 通常来说 立暗堂需要先加信物 有的是一块布 有的是一幅画 有的什么都没有 而你居然用的是 胡三太爷令牌 奇怪 奇怪 他就不怕你担负不起吗 说着 胡天青又打量了我一番 换了话题 好了 你的事 以后再说 刚才那个玄珍贯主 利用两个道行 颇高的野仙做灵仆 这已经严重触犯了仙条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两个野仙 一个是被他灭口的黄仙 还有一个是谁啊 那个是个三百多年道行的蜘蛛精 已经被我打散了魂魄 再也不能处咒为虐了 我恍然大悟 原来胡天青抬手灭掉的 那个是蜘蛛精 也就是附体在杨百合身体里那个 难怪他刚才身体 能够摆出那样匪夷所思的姿势 而且还能爬上天花板去 老仙家 既然我们有缘 弟子有个想法 不知可不可以 我当然想请这位胡天青入我堂营 但这多少有点害臊 不好意思说出口 毕竟我这个级别的 他是请不动这尊大神 但还是得硬着头皮说 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人家就无情地拒绝了我 不可以 刚才我说过了 我是好奇来的 而且出手帮你 主要是因为对手是玄征灌主 而且还能让孩子们吃个夜宵 胡天青半点也不客气 随后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我当然是有点失望 不过被人拒绝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我也是要面子的好不好 于是我对他一笑 失望自然是有 不过这种事是看缘分的 如果你我无缘 就算强求也没用 对于我来说 能入唐营的无论道横高低 都应该一视同仁 互相尊重 虽然我现在只有两三位先家护法 但我们一起修行 同政大道 以后也未必就比谁差 胡天青呵呵大笑起来 对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很好 你有这种想法 日后成就必定不可限量 不过 我倒是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什么事 玄征灌的这件事 我跟你一起 听他这样一说 我顿时喜出望外 心想有了这位大仙帮忙 那成功的几率就大多了呀 按黄小钊的说法 只要我做成了这件大功德 使命这件事就有望了 想起黄小钊 我又有些紧张起来 胡天青见我神色异样 对我笑着说 来来来来来 现在你有什么难处 一一说来给我听听 你放心 那玄征灌主已经回山去了 但说无妨 我叹了口气 将天纲旗收起 便把这些天发生的事 从我和乔师傅 跟潘海跟晋山讲起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胡天青 但关于我自身的事 我一个字也没提 他听得聚精会神 连连点头 最后 当我说起薛宇观音和赤猪 以及黄小钊 为了压制赤猪 自愿进入赤猪 并把这两样东西拿了出来 摆在了桌子上 胡天青看了看蜘蛛 又看了看血雨观音 神色渐渐严肃起来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都知道 如何解决 我也知道 但是 我却不能跟你说 那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说 我多少有些无语了 心说这些神仙 怎么都这样啊 明明知道又不能说 难道也是因为天机吗 胡天青一笑 关于这件事 普天之下 只有两个人能说 而且 还不会受到天机惩罚 只有两个人 是谁 一个是被称为天命先师的崔半成 另一个就是刚才替你把我们请下来的那个小妹妹 长天红 崔半成 长天红 我心里一动 脱口问他 你说的长天红 就是那位跟随我很久的长仙 胡天青微笑点头 与此同时 我面前闪过了一道红影 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穿着红衣的小女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对我扮起了鬼脸 没错 就是我 第117集 这位神秘的长家妹妹总算是现身了 看着面前神态娇憨可可爱的这位长仙 我感觉好像看到一位林家妹妹一样 不由得笑了起来 多谢这位长 长家仙子多次相助 我对他拱手行礼 刚想称呼长家老仙 一想又不对劲 人家是个小姑娘形象 虽然不知道道行多少年 但我要是叫老仙家 估计他肯定不乐意 女孩子嘛 谁愿意被人叫老呢 果然如我所想 我这句长家仙子叫出来 他立马就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算你聪明 难怪皇家姐姐愿意帮你 不过 你刚才做了一件蠢事 你可知道 我有些不解的问他 蠢事 什么蠢事啊 你刚才往东北方向请神 知道为什么没成功吗 这倒的确是我很纳闷的一件事 按理说 这不会出错的呀 长天红对着我一吐舌头说 笨蛋 东北方向没有山 最近的山都在千里之外 你能请得来才怪 啊 原来如此 那我应该往哪边请山神才对 我不好意思的说 长天红指了指胡天青说 你问他咯 他是本地的 胡天青似乎也挺喜欢这个长天红 笑着对我说 西北 昂代山 距此一百多公里 和天守山的距离差不多 得 难怪请不来山神呢 原来是我请反了 那天守山的方向又在哪 东南 也是一百多公里 胡天青说完 又对我说 不瞒你说 我和孩子们就在昂代山修行 已经隐居了上百年 这一次是受到了崔半成的委托 特地前来调查玄真观 恰巧又遇到了你 也算是缘分 我虽然不可能入你唐营 但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日后有缘 说不定还可以送几个孩子到你这里 他一语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我恍然大悟 笑着说 既然这样 那咱们倒是志同道合 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白城 也是想找崔半成先生 但在这之前 我得先把师父交代的任务办好 其实我明白 乔师父当初让我来白城的意思 帮潘海跟宋信只是顺路 他最主要是想让我找崔半成求助 为我续命 甚至他还告诉过我 如果崔半成不肯 血雨观音就是我最后的底牌 也是我的王牌 但我却不愿意那样做 既然崔半成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想必像我这样想求他救命的 每天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我凭什么让人家帮我呢 如果用血雨观音来做交换 那就大可不必了 黄小钊曾经说过 血雨观音就是为我准备的 我和这血雨观音应该大有渊源 那就更不能随便送人了 但如果我阻止了玄珍观害人一事 做了这个大功德 说不定就能让崔半成对我另眼相看 简单来说就是 我得先让自己牛逼起来 再去求人办事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虽然立了仙堂 一共都不超过三个仙价 在崔半成眼里 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 却要去求堂堂东北首富帮忙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胡天青看着我目光里仿佛洞察了一切 微笑着说 很好 等你做成了这件事 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不过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直接对抗恐怕是不行 我虽然身上有他想要的两样东西 但我现在暂时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去玄珍观找他 大概率等于送死 胡天青点了点头 嗯 其实崔半成要真实去玄珍观 倒是很容易解决 但他不愿意直接跟玄珍观冲突 因为他们出身同为道门中人 九鼎铁叉山是龙门派 玄珍观是龙虎山一脉 如果他出手很容易引起两派纷争 所以他才会找我帮忙 因为我既不属于九鼎铁叉山的人 也不属于任何一家道门中人 说到这里 胡天青忽然转过来身 对他身后那些小狐狸挥了挥手 孩子们 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这了 去收拾一个房间出来 一个小狐狸上前口吐人言 老爷爷 咱们不是要去天守山玄珍观的吗 胡天青摸了摸他的头 笑着说 老爷爷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不用去玄珍观 也能解决这件事了 那小狐狸显得很开心 回头招呼了一声 只见那些小狐狸轰得一下 都欢呼起来 纷纷化形 竟是变做了一群七八岁的小孩子 男女都有 簇拥着四三跑开 我有些纳闷地问 胡先生 你说的主意是什么呀 他却是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笑了起来 自然是跟你有关 我刚才一看见你就知道 这件事乃是一个小结呢 而你就是天运里的硬节之人 我一时想不出答案 又看了看长天红 他双手插腰对我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还不是你唐营里的人 如果想从我这里知道任何事 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你先救出皇家姐姐 否则免谈 他这句话一说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转身对胡天青说 我知道了 赤猪 这个赤猪就是关键 只要我们能压制住赤猪 甚至化掉赤猪的 凶利之气和邪恶之力 那么玄珍冠珠就算得到它 是不是也没用了 胡天青笑而不语 长天红则是拍手一笑 指着我说 你呀 总算是开窍了 那赤猪本来就是 大马山的一件宝物 约含了邪恶之力 黄家姐姐就是为了压制赤猪才进去的 因为这就是唯一的正确方法 必须要收复赤猪 长天红说的虽然还是有些隐晦 但我已经明白了 黄小钊说过 这件事不能说出来 否则就是泄露天机 而我一定要阻止 雪岸然复活通天巨蟒的阴谋 才能算是做了一件大功德 我还清晰地记得 他还说过 血液观音是巨蟒脑中灵骨 赤猪是巨蟒的独木 而赤猪自成天地 里面蕴含着巨蟒的邪恶之力 第118集 长天红最后确定了我心中的想法 三天之内 如果你能想办法收复赤猪 就能化解这次危机 因为赤猪一旦失去原本的作用 那玄珍观主 就算得到了它也没有用了 但是你最好要尽快 玄珍观主之所以给了你三天时间 是因为他也没有找到破解龙脚的办法 如果他一旦成功 等他找上门来 恐怕就算是胡先生出手 也未必能够阻挡得住 还有 要收复赤猪 就必须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稳妥的地方 将魂魄顿入其中 这样做风险很大 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但你要是不这样做 皇家姐姐就会有危险 如何选择 就看你自己了 长天红一条一条地说给我听 我默默点了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救出你的 皇家姐姐 看着长天红终于放下心来的表情 我终于忍不住提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 长家仙子 你皇家姐姐说 你是在大满山就跟随我的 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让我弄个明白啊 嘿嘿嘿 原来你真的不知道 笨蛋 你仔细想想 当初你们近期攀平 是谁阻止你们去冒险的 长天红的话让我愣了一下 脑海里慢慢地回忆起了当日的情景 忽然我终于想起了什么 惊讶地脱客而出 原来你就是那条小红蛇 没错 就是我 长天红的身份终于搞清楚了 看着她天真烂漫的样子 我真的有点难以相信 当初在大满山 那个被群蛇簇拥宛如蛇王一般的小红蛇 居然会是这样一个小妹妹 我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跟着我 但实际上我心里还挺高兴的 虽说我的唐颖人马少得可怜 现在也算是有了两个黄仙 一个长仙 还有一个灰仙 而至于胡仙 我眼巴巴地看向了胡天青和那群孩子们 不禁留下了期待的口水 不是啊 是露出了期待的目光 这时候 灰千里忽然在我旁边拉了拉我 小声说 大神 咱们是不是要小心些 他们可是吃灵体的 长天红伸手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凶巴巴地说 看你那少见多怪的样子 吞噬灵体怎么了 这本来就是胡仙的本事 你没看他们刚才吞的都是一些恶灵 连灵智都没有的那种 刚才那个黄仙 还有那个蜘蛛精 吞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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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皆准 人们总是对强者敬畏 就像这个灰千里 不但天生被长仙克制 而且道行也比人家低很多 在长天红面前 连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我对灰千里说 你长姐姐说的对 吞噬修者是仙家大罪 但那些没有灵智的恶灵 不在这个规则内 吞了他们算是为名赎害 另外 刚才你没有偷偷溜走 关键时刻还帮了大忙 这很好 我想从现在起 你就算正式步入我的唐营 不过 我这里人手很少 也没什么香火 我认认真真地问一句 你愿意吗 灰千里眼珠滴溜溜地转着 忙不迭地点起头来 愿意愿意 我当然愿意了 像我们这样的野仙 要是没有大的机缘 几乎没人收的 大神现在不嫌弃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 我正色说 我必须要告诉你 第一 我收你不是因为我这里没人 是因为我觉得你本性尚好 可走正道 如果品性不行 就算道行再高 我也不会要的 第二 你到我这里来 也不是因为你没人收 更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 而是你我先缘俱足 命里注定就要一起修行 现在你道行不高 我也是初出茅庐 日后哪怕有了道行 比你高很多的仙家 我也不会嫌弃你 同样 要是哪天有了更大更好的堂口 你也不会叛逃离开 只有这样 才叫一体同修 共证大道 你明白了吗 听我这么一说 回千里先是神情威正 随后眼圈有点泛红 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大神 我们哥俩浑浑噩噩修行了几百年 从来也没人跟我们说过这些话 我以后 一定好好跟着你修行 死也在一起 我赶紧把他扶了起来 笑着说 你可别弄得跟宣誓似的 如果哪天缘分真的尽了 你就是走了也没什么 毕竟人生短短几十年 修行之路却要几百上千年 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你 回千里抹了抹眼泪 旁边长天红摇着头说 真感人 不过你们能不能不在这肉麻了 旁边那两个人咋办 我这才想起来 杨百合和潘婆婆还在地上躺着呢 这两个人有点不好办 现在潘婆婆已经彻底死了 再也不能复活 所以必须尽快处理 杨百合现在虽然没死 但魂魄还在血雨观音里 这也是一个难题 这时潘家老宅的大门外 再次走进了一个人影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院子里 我起初还没发现 回千里提醒我才知道 本以为是悬然去而复返 但到院子里一看 居然是钟老爷子的 那个保健医生郑仪 我有些纳闷地走过去问他 你怎么进来了 郑仪正小心翼翼地四处观察 忽然看到我 松了口气似的 赶忙跑了过来 你不是让我在外面等你吗 刚才我把钟林送回家了 他说你还在这 所以我就赶回来看看 怕你有事 这个人心眼倒是不错 我想了想说 那既然你来了 我刚好想请你帮个忙 随后我指了指地上的两个人 钟家人手多 房子也多 待会儿你让钟林派人过来 把潘婆婆入恋 明天一早就送去火花出壁 还有杨百合也接到钟家 给她一个独立的房间 挂上营养液 保证她能活着 另外再给我也准备一个房间 明天我要用 郑仪点了点头 好 刚才钟林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说如果你有任何事 让我几粮配合 我不由无奈苦笑 这钟林可真是个怂货呢 自己身为一个男人 在关键时刻跑了 却让郑仪来做这些事 不过现在钟家是唯一能帮得上忙的 我也就没有过多吐槽 当下郑仪就联系了钟林 功夫不大 就有人来到潘家老宅 按照我的吩咐一一照做 安排好了这些事 我这才松了口气 告别了胡天青 跟着郑仪一起返回了小旅店 这天晚上确实是够惊心动魄的 到了旅店之后才想起来 晚饭还没吃 肚子里咕咕直叫 郑仪叫我一起去吃点夜宵 我本来不想去 因为她一提夜宵这两个字 我就想到了那些狐狸 吞吃恶灵的恐怖画面 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肚子的抗议 于是就和郑仪一起去外面找了个面馆 简单吃了点东西 这还是我头一回跟女孩子一起吃东西 全程我都有点拘谨 倒是郑仪很大方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问了我很多问题 具体聊的是什么内容 我已经记不住了 总之 匆匆吃完东西之后 我就独自回了旅店 对门锅瘸子那屋已经传来了阵阵的憨声 我心想今天晚上的精彩 她是一眼都没看见 不然的话准能吓死她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又惦记黄小钊 又担心明天的行动失败 一直到了后半夜 我这才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但是刚要进入梦乡 一道红影出现 随后长天红就现身了 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啊 去哪啊 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 她没有回答 而是拉住了我的手 随后我就身不由己的 被她带起到了半空 竟从窗外向夜空飞去 回头再看 另一个我正好端端的躺在床上睡觉呢 我这才猛的反应过来 这是灵魂出窍呢 但是她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呢 还没等我来得及开口询问 就已经被她带着飞上了天空 阵阵风声在耳畔略过 无数景物快速倒退 向着西南方向急飞而去 天空一轮圆月 浩劫明亮 长天红带着我在天上飞了半天 我整个人都是飘飘乎乎的 看着身下的城市 圆野山丘 这感觉熟梦似幻 一点都不真实 功夫不大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她就带着我来到了一处山脚下 这山显得有些荒凉 面前是一座大约一人多高的小庙 但显得很是冷清破败 似乎很久都没人来了 我一见这庙就有点抗拒 直觉告诉我 这应该是一座土地庙 土地庙除了掌管一方之外 还负责亡灵运转 我本来就是半死之人 名字是早就上了死级的 这会儿要是到了土地庙 被人发现我早就死了 那还不得把我抓走呀 更何况我现在是灵魂出窍的状态 那更是没跑了 长天红则是指着那座庙 对我说 这里并不是土地庙 而是一座山神庙 我这才放下心来 但却并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这山神庙里有这一尊泥神 形象倒是威武 一副武将模样 身穿盔甲 披着斗篷 手里擒着大宝剑 鼻指口阔 抱头还眼 河下三缕常然 但仔细看 那盔甲已经残缺了 斗篷也褪色了 大宝剑也缺了口 浑身斑驳不堪 也不知多久没人管了 我问长天红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他伸出手 对我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看了看周围 就带着我到庙后 藏了起来 我愈发的不理解 但也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几分钟之后 私下里忽然一片黑影传动 竟然有不少动物 接二连三的来到了山石庙前 我不由吃惊 这些动物少说也有二三十个 其中 狐狸 兔子 黄鼠狼 老鼠都有 还有两只灰毛背青的大野狼 以及几条手臂般粗细的大蛇 这些动物先后来到山神庙前 聚集在空地上 先是对着山神庙拜了拜 然后就齐刷刷地站起身来 用两个后腿之力 望月而拜 我这才明白 今天是月圆之夜 感情这些动物是一起来拜月修炼的呀 那些动物之中 有些完全就是天敌 此刻却都难得地和谐相处 那识人情专注的样子 就像是一群认真听讲的小学生 我脑海里想起这个比喻 忍不住就觉得有点想笑 长天红瞪了我一眼 伸手拉着我的胳膊 带着我再次飞了起来 我完全是一头雾水 心说这大捞远地 带着我去看一群动物修炼 然后看了眼就走 这是要干什么呢 长天红也不说话 又是十多分钟之后 再次来到了另一座大山 这次来的地方是一个树林 四下里一片昏暗 长天红看了看周围 对我说 刚才那些野仙 你觉得怎么样 呃 什么叫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还是有些搞不懂他的意思 长天红又往周围看了看 那个地方的灵气和这里相比 你觉得怎么样 我回忆了一下 这才说 那里基本没什么灵气可言 地方又荒凉 就连那里的山神庙 似乎都没什么神灵在 长天红说 不是没有神灵在 是灵气太微弱了 我告诉你实话吧 刚才在那里修炼的野仙 其实都是天守山的 也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 我恍然大悟 哦 原来如此 这么说 他们都是在这里待不下去 被迫去了刚才那个地方 没错 他们在天守山 已经修炼很久 这里灵气充足 很适合修炼 但是那个雪岸然来了之后 仗着道法 一时山中精灵 他们又打不过 就去了远处的龙岗山 剩下一些精灵跑又跑不掉 就只能被雪岸然控制了 原来如此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 那个小灰灰说的 刚才你和雪岸然打架的时候 我在外面和她聊天来着 好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已经隐约猜到了她的想法 长天红细细一笑 你应该猜得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能打败雪岸然 那些精灵就都有可能 入你的堂口 这不一下子壮大起来了 果然如此 我不禁笑了起来 你的想法不错 就是不知道 天守山的精灵会不会同意 这个简单 等我喊些出来问问就知道了 第120集 长天红说话慢条思理的 甚至还有点奶声奶气 但做事倒是从不拖泥带水 只见她转过身去 往前面走了几步 对着森林发出了一声尖笑 这尖笑声很细很轻 要是不仔细听的话 几乎都发觉不到 但却是绵长幽远 此此入耳 在这森林上空远远传了出去 片刻之后 长天红这才停下 蹦蹦跳跳地走了回来 好了 我们等着就好了 看着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我也不由心情好了起来 但我们两个足足等了十多分钟 才听见周围草丛中 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响 这声音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近 很快就连成了一片 放眼望去 那草丛中竟是密密麻麻 无数的蛇类 大小颜色各不相同 什么种类都有 一起将我们包围其中了 只见长天红 很是自然地走上前去 双手插腰 对着周围说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 一炷香的时间都快过去了 还一副居高临下的语气 让我有些诧异 按想他在大莽山 倒是有一群小弟 难道在这里也能当老大吗 只见蛇群中游出一条 两米多长的黑色大蛇 对着长天红不住点头 然后居然也是口吐人言 小仙不知红姑娘远道而来 红姑娘莫怪 他与其很是恭敬 长天红却是哼了一声 我问你们 现在天守山各家各路的精灵 散仙还有多少 那黑色大蛇又是一低头 恭恭敬敬地回答 回红姑娘话 天守山 本有精灵散仙上百 但自从 说到这里 他明显犹豫了一下 才继续说 自从去年 那个玄珍贯主来到天守山 有些精灵被害 有些远顿他乡 现在天守山蛇属之类 有道行的 大约十几位 其他各家各路 大约也有三四十位 此时围在我们旁边的蛇群 差不多得有上百条 但只有前面十几个体型较大 看来他说的没错 长天红又说 我问你们 既然山中有变故 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非得甘愿受人一时 我们 实在是没法子呀 不瞒红姑娘 我们这些小仙 大多道行 不过百年左右 根本无力反抗 也逃不出她的手整心 要是稍加不瞒 就容易引来杀身之祸呀 这大蛇说到这里 声音悲悲戚戚的 长天红又是哼了一声 哼 你们别怕 这件事我给你们撑腰 等收拾了那个恶人 我给你们找个 他话还没说完 忽然就听见半山腰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声 大蛇失声说 不好了 玄珍贯主又敲请召集我们了 看他似乎有些惊慌的样子 我忍不住开口问他 他敲请召集你们干什么 这 通常来讲 他要是敲钟 那就是召集我们过去做事 如果要是敲请 那就是要我们过去供他挑选 献祭 一听献祭二字 长天红脸色骤变 天真无邪的脸庞上泛起了红光 咬牙说 这个混蛋 你 叫什么名字 小仙长黑龙 名字倒是不错 多少年到航了 去去三百年 不足挂齿 好 你带路 我跟你们一起去玄珍怪 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长天红一声令下 长黑龙不敢不听 他显然是天守山舍族的首领 当下 他便让那些还没有开灵制的普通舍族散了 带着其余十多个手下 领着我们一起往玄珍观走去 对于长天红这个本事 我很是诧异 于是在半路上悄悄问他 为什么这里的舍族也都听他的 长天红却是卖了个关子 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 只是跟我说 别说这里的舍族了 只要是大兴安岭一脉 除了莽家的都归他管 他这话吓了我一大跳 要知道大兴安岭绵延千里 横跨东北 居然所有的舍族都归他管吗 那这到底得是什么样的身份 才敢这么说的呀 但长天红不肯说 我也没办法追问 再说 他现在还不算是我堂口里的人 只能算是友情出场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距离玄珍观 还有两百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长天红让长黑龙等人进去 自己则是带着我飞到玄珍观上方 举高临下观察着下面的动静 这些玄珍观战地面积并不算太大 前后三进 大约有七八座殿堂 一座钟楼 此时刚才的敲庆声还在继续 看位置是在后殿广场 长黑龙等人慢慢犹如其中 而在后殿中间已经聚集了不少张兔狐鼠 狼熊虎豹 苏略看去 差不多有五六十名之多 广场上则是设了一座法坛 四个道士站了一四脚 手持法器 法坛中站着一个年轻人 身穿大红法袍 批发仗剑 面前一个小道童正在敲庆 而穿大红法袍的那个人 正就是许安然 只见在他面前 那些动物精灵跪拜在地 都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 长黑龙等人自然也在其中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长天红还是很小心的 带着我来到后殿上方 隐身在暗处 远远偷看 片刻之后 所有精灵全部聚集 许安然停了敲庆 面色淡然 在众精灵身上看过之后 随后用剑指了几个蛇族散仙 这意思自然就是说 让这几个蛇族留下 其他精灵如梦大射 不住邪恩 起身四散而去 我和长天红对视一眼 他娇俏的小脸蛋上 涌起了一丝怒涩 紧咬着牙 轻轻地冷哼泪声 许安然这次目的性很强 分分钟就已经悬好了 而且居然全都是蛇族的精灵 都是长天红的同族 他自然发怒 长黑龙并不在指定范围之内 他也是丝毫不敢反抗 留下那几个蛇族 然后慢慢地游走了 看到这一幕 我也是怒从心起 被悬然指定的那个蛇族都是真身 估计道行也不会太高 此时尾盾在地上 一个个瑟瑟发抖 不敢动弹 悬然望空击败 就拿了四个大碗摆在地上 换那几个蛇族上前 很显然 他是想要杀掉这几个蛇族 取他们的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